一名网友报考公务员,结果没有考上,本来呢心灰一冷了,结果却被深圳政府的一条回复的短信给暖到了 他又把这个短信分享到了网络上,结果引来了一大票网友的点赞 那深圳政府是如何回复这些落榜的朋友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是感谢,亲爱的考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审考公务员面试 面试成绩现已公布,全权生意,感莫可言 接下来呢是安慰,报考公务员只是通往成功的千百条道路之一 年轻的深圳永远向您敞开怀抱,然后呢是具体的建议 如您有来深圳就业创业的意愿,可向深圳市就业服务中心咨询 或登陆深圳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区查阅相关的职位及政策 最后是鼓励和祝福,以梦为马,不负少华 希望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书写青春,建功立业 祝您未来一切顺利 落款是,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短短的两百多个字,少了常见的公事公办的冰冷 多了几分理解体贴和温暖,甚至还给了具体的建议 有很多收到了同款短信的网友也纷纷表示有被暖到 可是为什么就这么一条短信就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呢 因为现在年轻人太难了呀,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多难吧 今年的高校毕业生突破了一千万人,是历史最高的 中国人口超千万的城市也才不到二十个 也就是说,今年毕业生的人数要比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的人口都要多 今年国家公园考试只招三万多人 通过资格审查的就有两百多万 招录比例是六十八比一,也是历史新高 最热门的岗位,报考录取比例甚至达到了两万比一 要知道在电影里面,拥有主角光环的夜问,也只改一个打十个 在现实里,这些年轻人要和六十八个对手,甚至上万个对手竞争啊 你说难不难吧 残酷的竞争注定会让大部分人成为失忆者 那如何安抚这些失忆的年轻人呢 深圳政府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有网友说了,细节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政务服务能力 这一次深圳干得漂亮 那么我们再回到故事的开头 那个收到了短信的网友说 他希望留在深圳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城市里 现如今,他已经在深圳找到了工作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最后呢,祝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得云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这一条都可以在深圳的城市里 我们再来说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感谢观看